今天晚上我们来大连路窗 找了一家大连的海鲜烧烤 今天是我在大连的最后一天了 我想最后一天了 怎么知道也得吃那么好的吧 因为大连它是靠海的 所以大连也是有非常多海鲜 但是作为一个福建人来讲 海鲜已经不是很稀奇的东西了 不过我还是想尝一下大连海鲜的味道 这边的环境还是不错的 然后因为我一个人来 店家还是给我生驰了小炭炉 它这个炭炉是可以用来烹饪的 非常的棒 我来大连这么几天 你就发现大连其实没有什么特色的美食 小吃也没有多少 那基本上呢 我能周找到的就是焖 其实大连基本上也就是以吃海鲜为主的 这个是我点的烤冷面 牛肉串也上来 这牛肉串我最爱喜欢 撒一点辣椒 重点先吃下这个海鲜 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 米贝就是有一种贝壳 然后他把中间的肚子 拿成七米干这个 然后再串串串 烤一下 好吃的 烤上贝 我刚才进门就发现他们这边的上贝 特别大 烤凉了 所以我把它放在旁边这边加热一下吃 这个是鱿鱼 鱿鱼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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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它这样子串起来 明天嘛就要离开了 所以今天就 放手就吃一下 上面呢就加热一下 这个就比较平常了 就很多烧烤汤都有的 肉皮 烤生鱼 哇 先把这个鱼饺吃了 鲜啊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看到 有一个伤胃超级大 我刚才就问这边 我能不能要这个伤胃 就把这个最大的一颗上贝给了我 上贝的肉特别的肥肯 你们啊 不要觉得我天天都在吃 天天都说我吃胖了 我肯定是有美食啊 很想分享出来 平时啊就是 我就在青鱼里面吃一点简单的 嗯 嗯 看这个已经非常的软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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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嗯 嗯 这家人面的炒肉 好了 今天大连海鲜烧烤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你们觉得大连的海鲜烧烤怎么样呢 欢迎在我的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还是挺喜欢他们家的烤鸟贝 如果你们要来大连的话 记得来吃一下海鲜烧烤 好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拜拜